實際上我持平原論 國民黨那個是真的比較沒有道理 你柯文在怎麼說民調啊 手機實話各辦 這東西都是我們未來在談 民調如果撤不足 我們是要加入手機 這樣都是科學依據喔 你甚至可以說 那不然我們實話就好 我覺得這有得談 可是講這個所謂 行之有年的民主初選 是真的超級沒有誠意 什麼意思 第一個代表性不足嘛 你什麼叫代表性不足 選區有大有小嘛 人有多有少嘛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主宿三英 設兩個頭開票所 你要怎麼搞 不可能 啊永和設一個 永和幾成這樣子欸 你跌倒頭頭會撞到頭開票所的 對不對 你主宿三英要怎麼開兩個小時才到 所以真的代表性不足嘛 第二個這是最關鍵的嘛 名策建制 你投票有個最基本要 選民名策嘛 但如果你沒有選民名策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哪裡人嘛 因為你到了之後 你再簽認同卡 那就算你的名策啊 那我請問你 我國民黨可不可以 一個遊覽署 有北到南全不同 我先投台北 然後一路往南 對啊 再投桃園再投新竹 我是不是可以一台遊覽車 到處弄 可以喔 你又沒有連線 你又不是國家 你沒辦法插自然人平鎮 你也不可能現場勾機 對不對 那我一台遊覽車太簡單啦 我弄一百台嘛 一百台五千個人嘛 五千個人我就到處弄啊 每個人覺得 大家誰假啊對不對 玩一天 從北到南 請問你怎麼知道 縱貫線 你沒有名策 根本沒有投票的可能嘛 所以他們談 就只是為了要破局而已嘛 他說好 那沒有名策的話 那我可以趕快見名策啊 那見名策你有倉促的問題嘛 國民黨 一國民黨行程是11月10號完成嘛 請問你現在剩20幾天 人家均補充說 如果明天開始見面 我們一定來得及 人家都跟你保證的 怎麼可能來得及 我光是講你名策 你要怎麼搞嘛 你根本不可能插自然人平鎮嘛 那這些東西呢 我其實坦白講 我整套看一下 其實幹嘛 他們就是要刻意 就是要讓這個投票 這個藍白河的辯論 翻臉嘛 翻桌嘛 對不對 所以講到翻桌要不要唱歌 好來唱 誰翻桌 逼到了 我姓郭 跟我郭 霸道總裁的傳說 我姓郭 跟我郭 沒人賺得比我多 所以他們這個談判 就是為了冰斗而談的談判嗎 所以 這個藍白界面 其實只是演場戲 目的只是為了使他破局 所以賴靖兒躺著選 好結論 也沒有到躺著選吧 你大哥吳子佳說 柯是故意翻臉 他的目的是尋求 和朱立倫的溝通管道 因為昨天柯文哲有出來講話 柯文哲說什麼 就是說 你國民黨一整盤 每一個都魚頭 為什麼頭太多 搞不清楚我要跟哪一個魚頭談 朱立倫是個頭 金普通是個頭 韓國瑜是個頭 侯友宜也是個頭 所以看起來跟金普通談的 不是那麼的順利 是不是吳子佳認為說 柯文哲其實是希望 我就直接跟你黨主席朱立倫談 這個頭比較像是個頭 因為好歹他是個黨主席 好 那不知道他這樣子的猜測 是不是真的 因為現在看起來 雙方氣氛鬧得不是那麼的好